美南地区举办多年的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每年都吸引相当多的华裔子弟参加 今年的夏令营结业式 学员们也展现学习成果 不只在团体生活中学会人际相处 更透过营队安排的课程了解中华文化 在成果表演的时候 大家充分表现一星期以来所学会的民俗技艺 让与会的贵宾和家长都相当感动 撑起舞龙的支架 大小朋友有模有样的踏步 把每一个动作确实完成 舞台上有限的空间中 依然让舞龙栩栩如生 他们全是CYC美南地区华裔青少年夏令营的学员 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在辅导员带领下跳着团体舞蹈 另外还有起舞表演 大家认真彩排 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营队课程后 结业是当天大家要展现所学 让爸妈看到自己的成长 两百多位学员的父母也踊跃出席 要看看孩子们的表现 包括驻休士顿办事处处长黄敏靖 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也都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 我想CYC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所有华裔青年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回忆 在这边我也要期许我们所有参加CYC的所有的camp 都把这个回忆带得满满的 然后回到你们的学业上面去 永远要珍惜彼此的友谊 最后我祝福CYC永远茁壮成长 一星期来的朝夕相处 大家在结业表演上展现了绝佳的默契 无论是高难度的多人跳绳 还是你是我的小苹果团体舞蹈 在在都显示学员们的用心学习 而活泼的音乐声 也让台下的贵宾及家长们 忍不住一起打着节拍映色 就连扯铃表演 都是神夫奇迹 个人扯铃到团体扯铃 看不出他们其实只学了一星期 中式善舞更让小女孩们 表现出华人女性优雅的身段和内涵 林队安排学习民俗技艺 也拉近孩子们与中华文化的距离 各式各样的学习课程 让这些华人子弟探索自我 我觉得我们的夏令营不只是一个夏令营 不是一个礼拜只学了文化 我觉得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们学了领导能力 学会合作 学会口才比较好 因为他们上台需要表演 需要说话 我觉得他们学了有信心 CYC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在这边每一年都长大的 然后我每一年就学到很多Leadership Skills 而且我觉得我在这边就是发现我真的是谁 结业典礼上投影幕也播放出迎对期间的点点滴滴 让大家一起回味 学员们互相拥抱道别 最后全体学员们也邀请贵宾上台和影留念 大家一起见证收获满载的一刻 台湾宏观电视谢莫顺 美国休士顿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